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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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二二八 今年日 我想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面 我們來追思二二八歷史事件的當事人 陳明中先生 也就是晉賞 意義是非常深刻的 晉賞他為了要實踐自己的思想還有志願 他奮鬥終生 我相信連把他當作政治對手的台獨人士 都非常的尊敬他 這證明了他的品格還有風古 絕對是台灣政治的典範 2019年的4月21號的早上 我的思想導師陳新春還在上海過世了 其實那天我收到訊息 我正在忙選舉 因此我停下了我所有的選舉的時間 我平復我的心情 我想起了一首歌 也是晉賞還有馮老師 他們經常唱的 雖然理念不全 但是我依稀可以知道這首歌 非常非常的棒 這首的歌詞有寫到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我想這是一首鼓勵政治辦 即使在非常嚴酷的黑牢裡面 也要歌頌理想的希望歌 這首歌的最後的歌詞說 而人們說你們不應該哭泣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而我把我的哀傷錄成的歌 來紀念我對晉賞 還有馮老師的尊敬 這首歌最後也在上海 我們晉賞的追思會上面播放了 而今天我覺得在台北 我要再一次播放這首歌曲 讓我們先一起來看 謝謝 個演唱 Wen Turtle 歌曲在這首歌曲 Letter 走一聲唱 日aca Ю 唱去嘗签的開歌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當野東將要完經 而人类 低向往的春天 被封锁在冰霜的下面 我们为什么不合唱 当嘹炼 还缩住我们的手足 鲜血在淋流 而自由已在窗外 向我们掌声 我们为什么不合唱 当悲哀的昨日将要死去 欢笑的明天 一向我们走来 而人们说 你们不应该哭泣 我们为什么不合唱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当悲哀的昨日将要死去 欢笑的明天 欢笑的明天 一向我们走来 而人们说 你们不应该哭泣 你们不应该哭泣 我们为什么不合唱 我总是对我的医生 我没有保护 我记得 既然医生 保护了 我有病毒 我问一声 如果我本身来保护 其实你们用钱买不到 他竟然完几乎 在明明室里面 我几乎没有办法 完整的唱完这首歌 我在唱它的同时 我们脑袋 浮现了非常多的画面 是什么样的勇气 让这些老警队们 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牺牲自己的青春 完成自己的理想 而身为后辈的我们 走在街头的运动 既不会失去生命 也仅仅只是流汗 所以其实 这十八年来 我非常谢谢冯守儿老师 还有金桑 陪伴着我 我还记得在2002年 我刚刚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读到了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队发行的原住民族月刊 我非常感动 他打开了我的思想 还有运动的眼界 我刚还记得当年 我很想要认识他们的那一股冲动 阿门就在底下 不久之后呢 我们有了交流 然后我们还并肩作战了十八年 在原住民族解放的运动道路里面 我们手牵着手 透过部落工作队 张俊杰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杰哥 我可以认识到陈明忠先生 而大家认识杰哥都清楚知道他的个性 而杰哥口中里面说 我的老大陈明忠 我的脑袋一下子没有办法划过来 他的老大 杰哥这么样的硬汉 他还有老大吗 这是人不可思议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金赏的时候 我不知道在我眼前这一位豪爽率直的老先生 竟然就是当年228台湾民族联军的突击队长 而且更是台湾最后一个被判死刑的政治犯 在2002的夏天 我和高萨英勇队牺牲者的遗嘱 我们到东京的晋国神社 我们要求日本的晋国神社 必须要把我们日具时代被殖民 强争阵亡的台湾原住民族的牺牲者 从和氏的近世的民族里面出名 但是神社拒绝了遗嘱的要求 我印象非常深刻 神社说 这些牺牲的祖灵 已经被日本的神道化为一团火球 融为一体了 我永远记得当时我们在场的愤怒 于是我们用太阳鼓序 向我们的祖灵发誓 我们一定要引祖灵回部落 那一年记上还有冯老师 他全程陪伴着我们 从这个时候 和氏出名黄魔祖灵就成为了日本 韩国流出台湾四地联合的反晋国 国际运动 有一些朋友今天没有办法来 但是他们也写了一些的罪告字在上面 这个晋国的运动可以实践我想陈先生也就是敬赏 还有冯老师功不可没 我印象很深刻在那一次日本之行 我们有幸住进了日本进步团体杂草设的大阪会所 当晚呢 我们在二楼的榻榻米 我们住宿 在二楼唯一只有一个书架 我看到那书架上面有一本书是 物色事件 我很好奇因为我从那没看过 我从那个书架下拿下了这本书 它是一本旧书 当我在翻阅它的时候 书割破了我的手 其实当下 我试想是心有灵心吗 是不是祖灵要告诉我 要在这边启示 一定要向日本殖民政政府 要回我们的殖民的血债 所以在这个当年曾经积极营救过 陈老先生免于死刑的草草设会所里面 得到这样起义的启示 让我相信 反抗殖民主义 实现历史争议 是跟祖灵同行的运动事业 2002年的东京活动之后 我们几乎每一年都参加反对 经过神社的跨国习动 我们和这些国际的友好团体 渊源最深的敬赏和有冯老师 自然就成为协调各方的组织核心 他们两个虽然年纪很大 其实习动也不方便 但是他们仍然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们透过讨论还有参与 使我能够进一步了解 全亚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还有运动 我想时间宣下一分钟 我也不再多讲 最后我想要再放一首歌 也是我刚刚也是学会的 陈宁忠先生他一生用思想还有实践 照亮的解放之路 我们一定会继续向前走 而且我们会用一生只许一次的青春去战斗 我们一起来听青春阵队去 我们的青春像烈火扬的先后 燃烧在战斗的原点 我们的青春像海阴阳的云涌 飞跃在暴风雨的天空 原影也是让变了荆棘 让我们燃烧得更显空 那天空是不满留黑暗 让我们飞跃更易涌 我们要在荆棘中守出一条大路 我们要在黑暗中向着黎明蒙冲 我们的青春像烈火扬的先后 燃烧在战斗的原点 我们的青春像海阴阳的云涌 飞跃在暴风雨的天空 原影也是让变了荆棘 让我们燃烧得更显空 那天空是不满留黑暗 让我们飞跃更易涌 我们要在荆棘中守出一条大路 我们要在黑暗中向着黎明蒙冲 我们要在荆棘中守出一条大路 我们要在黑暗中向着黎明蒙冲 想着黎明蒙冲 想着黎明蒙冲 好 完了 好了 好了 完了 请你再想首歌 送给金桑 对冯老师 对不起 再两首歌 我练习的太晚 金桑没有听到 但是我希望 再两首歌 听字笔 拿回去给冯老师 我希望 再两首歌 他能够听到 让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